这头熊狮在外面狩猎时 不知不觉中来到了猎狗的地盘 此时猎狗群中的大部分成员全都出去打劫了 只有几只成年猎狗充当幼儿园老师 在家照看猎狗幼崽 当熊狮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出现时 成年猎狗赶紧让幼崽们藏好 而他们则是隔着老远观察熊狮的动向 压根就不敢和熊狮过过招 只能在心中求神拜佛 希望熊狮可以快点离开 可熊狮的举动却让他们彻底绝望 只见熊狮挥动了双强有力的前肢 在洞口出使劲地跑土 猎狗身上那骨子臭味 他隔着老远就能闻到 以为躲在洞里就能逃过一劫 真是涂样涂森破 经过一阵子的奋力挖掘后 熊狮将洞里的猎狗幼崽全都揪了出来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将猎狗幼崽送上了西天 虽然猎狗幼崽现在没有任何攻击力 可只要他们长大了 就必然会成为狮子强有力的对手 所以为了狮群着想 就只能委屈一下猎狗幼崽了 而在不远处的成年猎狗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崽能被杀掉 如果他敢冲上去 那熊狮不介意把他也送上西天